全程手不沾面就能做出松软香甜的红糖发糕 按我这个方法 新手小白也能一次成功 空碗中加入80克红糖 200克开水 搅匀化开 放置温热后加入3克酵母粉 一个鸡蛋 280克面粉 朝同一方向搅拌均匀 多搅一挥至细腻的状态 盖上保鲜膜醒发至两倍打 醒发好后里面都是蜂窝状 搅拌排气 每天分享一道特色美食 您可以留个关注 方便想吃时找得到我 搅拌至原来大小 倒入模具中8分满即可 放上剪好的红枣 撒点芝麻来点缀 二次醒发15分钟 水开计时蒸20分钟 这样做的红糖发糕好吃不沾牙 喜欢你也试试吧